这个男孩太逆天了 在期末考试交了白卷 竟然得了第一名 是考试 只有一个同学 看出老师出创了名 这个同学就是 安芳 然而这还不算什么 在美术大赛上 不小心打翻了莫芝 他赶紧用袖子 在画纸上不停地擦拭 这时老师走了过来 上面的内容把老师惊呆了 竟然擦拭出一幅山水画 莫名得了绘画第一名 从那天起 他的人生就开了挂 要与考试他不会 直接扔橡皮选答案 这波操作下来又是第一 很快收获了一堆小迷妹 他之所以有这么好的运气 是看视频都点了保护 开挂的人生根本不需要解释 长大后就连吃火锅 都能吃到特等奖 居然是全年免费吃 工作时啥也不用干 就有一堆富婆排队找他 全快买走十套房 轻松获得小怪 他收购了这种日子 在家随便买张彩票 都能中个五百万 下雨天打车 别人等半天一个车没有 他一招手瞬间来了几十辆 跟朋友聚会时 阿芳把所有人都骂了一遍 可是他们不仅不生气 竟然还一起开心鼓掌 觉得阿芳特别真实 男人彻底怒了 结果夸夸了两道闪电 屁中了逃跑的小偷 阿芳又成为良好市民 他实在受不了这荒唐的人生 准备剃度出家 听到他的经历后 和尚气的脸都白了 可就在要斗手时 却被方丈拦了下来 一掌把他的好运全都打走 原来这都是他的幻想 看到漂亮的班长 阿芳瞬间歪了脖子 活都被勾走了 要是能娶回家多好 为了追求班长 他想送个礼物 却发现钱不够 于是找出珍藏二十年的箱子 把里面珍藏的卡片 全都低价卖给了同学 挣到了一楼钞票 他兴奋的找老板卖礼物 谁知却卖没了 男孩失望的回到教室 却看到惊人的一幕 一个长相帅气的男孩 正跟班长一起玩耍 阿芳整个心都凉了 感觉失去了整个世界 这是一个皮球把他砸醒 哇塞这也太好看了 阿芳瞬间心动 他还幻想着 自己在赛场上踢球 这样就能得到女孩的喜欢 现在就差一双球鞋 可自己的钱不够 但他并没有放弃 为了指导女神 回家就开始拖地 包揽了所有家务 甚至是擦鞋刷马桶 在学校只肯买头喝白水 终于凑足了球鞋钱 可谁知鞋子突然涨价 阿芳气坏了 伤心地来到操场 又被球砸中 他回头看到震惊的一幕 还是那个男孩 再次抢走他的女神 阿芳觉得自己的天都塌了 彻底崩溃到阿芳独自回家 却遇到了他 阿芳又看到了希望 为了知道女神 他想买个同款滑板车 回到家翻出所有的玩具 全都低价出卖 终于以最快的速度买下了车子 本以为这次万无一时 看到女神在向他招手 阿芳兴奋地整理下衣服 可这是意外发生了 阿芳想不通 为什么每次都是自己受伤 第二天阿芳发现 班级里的安娜 才是最好看的那个 她想送给女孩一个礼物 可下一秒却变成旁美 原来女孩被她父亲抱走 随后给女孩打电话 竟然被她爸爸阻止 同时还警告阿芳 不要再骚扰安娜 九年后他们已经长大了 两人一起看电影 女孩闭上了眼 阿芳也把嘴巴凑了上去 可就在关键时刻 很快又过了几年 朋友们起后让他们亲一个 女孩羞涩地闭上眼 阿芳也准备开始 可结果 她不明白自己插在哪里 于是拿着两个房本 以及收入证明 还有自己荣获的各种证书 想让女孩父亲同意 可她却觉得阿芳太传统 并把她赶出去 阿芳回想起两人的点点滴滴 最终还是不忍心放弃 最后跟女孩的父亲拼了 她拿出钻戒 老爷子检查班停后 竟然松了口 让阿芳自己搬把椅子 我们谈谈你们以后的事情 其实这是三个果告 你能猜出来分别是卖什么的吗 父亲的牙齿被罢光 男孩满脸气愤 想要给父亲报仇 可男人十分害怕 眼泪都要流出来 这是欲罢走过来 男人赶紧跟儿子告别 不敢多耽误一秒钟 让人没想到的是 弟弟悄悄进入监狱 监狱老大正在纹身 突然被打断 老大十分惊讶 问他从哪里来的 老大乐坏了 两人竟是老乡 他把小男孩叫到跟前 男孩并没有害怕 竟直来到老大面前 装作一副老成的模样 打量着被欺负的男人 考虑一年后 男人瞬间被松绑 因为小男孩的一句话 救了男人的命 男人健壮扔下腿就跑 而老大继续纹身 小孩却趁机跟男人打花 很快游戏开始 仅仅几分钟 男孩就跟犯人打成一团 并轻松地获得第一名 赢得所有笑颜 从根班口中得知 是隔壁房间的男宠 男孩把占领品都给了老大 所有人都被折服 对他佩服的五体头顶 男孩情商这么高 是每次看视频都点 之后跟监狱里的大哥 一一道别 最后逃出一架飞机 送给老大当礼物 另一边狱爸卖着猫布 拉开小肛门 正准备欺负男孩的父亲 谁知被几人围在中间 老大安住狱爸 对他疯狂地输出 最终狱爸得到应有的惩罚 那么问题来了 如果你也有这么厉害的小孩 是开心还是担心呢 欢迎频率区留言 感谢关注淡淡 下期见拜拜 小男孩洗开水澡 突然冻成不要钱的老冰棍 尴尬地盖上棉被缓了一年 好不容易才满血复活 在冰箱里找到最后一块蛋糕 可还没来得及吃 竟然叭唧掉在了地上 这也太郁闷了吧 随后找来一袋薯片 可打开包装竟然只有一个 这什么情况 但总比没有的好 小伙一口吃掉一包薯片 想着玩会儿游戏吧 却发现没有网络 这什么破手机 要出门和朋友约会 但柜子里的衣服全都没了 这该怎么办呢 于是他有个大胆的想法 穿着各种塑料袋改装的衣服 夸夸地就走了出来 这在大街上肯定是最靓的仔 终于买了一堆的新衣服 他开心地换好衬衫 收拾好凌乱的发型 这时却接到朋友的电话 居然说约会取消了 这也太倒霉了吧 打开烤箱 竟然呼呼地往外冒烟 差点把他呛死 好容易看场电影 结果屏幕被人挡得炎炎实实 小伙抬头一看 我的妈呀 这人至少能有十米 头都顶天花板了 把臭袜子应洗衣机里 隔天来看竟然都是别人的脏衣服 自己的袜子不见了 飞机上要喝口咖啡 正好赶上气流 弄脏了刚买的新衣服 你觉得他倒不倒霉呢 这天接到朋友电话 说一会儿来家里玩 他挂断电话就开始等 转眼三十个小时过去了 很快一天过去了 两天也过去了 正好等的花都要谢了 他不吃不喝地等了六天 朋友的毛都没见着 小伙儿直接去了天堂 周围全都是醒醒 让人震惊的是 他居然发现了宝藏 正好小心地按照提示画圈 就在马上要见证奇迹的时候 突然 他被一阵敲门声惊醒 肯定是哪个坑人的朋友 那么看完短片后 小伙儿遇到这些尴尬事 你有没有遇到过呢 欢迎频率去留言 感谢观众的按赞 下期更精彩 女人一辈子不用洗头 因为不管走到哪里 头上都会下雨 即使坐在电梯上 也只有女人头上在下雨 工作时更是转为暴雨 还没睡醒觉 就会被雨点叫醒 吃早餐的时候 只能是一边喝牛奶 一边把面包遮住 不然面包就泡汤了 画得眼睫毛像没画一样 这边刚画好又被雨水冲走了 没办法他只能再来一遍 就这样经过八个小时的土画 女人带着四有四无的装扮 坐上公司班车更是奇葩 只有女人头上局部下雨 周围的人却安然无恙 旁边的小姐姐怕被淋湿 向旁边挪一挪 可是女人头顶上的雨越下越大 小姐姐也忍不住 微笑地离开座位 女人已经形以为常 坦然接受这一切 就是有点废表 走进公司雨越下越大 即使这样 女人还是认真工作 很快雨点打湿的太阳镜 她摘下眼镜 想要纸巾擦拭干净 可戴上后发现 似乎没有任何作用 索性不戴了 继续拼命干活 这时领导走过来 让她整理一份重要资料 虽然已经凌晨了落塘机 可还是非常开心的 接过这个任务 可结果刚拿到手里 就被雨水淋得细巴烂 本想好好整理一下 却越整越乱 女人想要电脑工作 可刚打半个字 扑思冒出火星 这下BBQ了 这个月的最后一台电脑 就这样领了盒饭 周五要了份蛋炒蛋 勉强刚吃一口 转眼就被浇成了蛋花汤 为了填饱肚子 只能挑颗红豆吃掉 看到女人狼狈的样子 年轻的大叔于心不忍 关心的过来询问 需要帮忙吗 女人微笑摇头 觉得女人惨的扣一 觉得可怜的扣二 离开餐厅后 女人尴尬的想喝口水 旁边的同事却很诧异 毕竟深深舌头就能喝到水 不要钱的水也不能这么浪费 就这样 熬了25个小时终于下班 发现夏季瓢泼大雨 女人十分开心 兴奋的拿出9块9的雨伞 可发现并没有什么卵用 她的头上还在下雨 于是放下雨伞 坦然接受头顶一直有雨 并且想到了致富之路 那么问题来了 你觉得女人做什么 能快速报复呢 欢迎频率去留言 感谢关注蛋蛋 夏季更精彩 彭顶突然掉下薯片 正好砸中光头 而诡异的是 更多不要钱的薯片 就好像大雨一样 噼里啪啦的砸在两人脑袋上 腾得他们汪汪止叫 害怕的赶紧点赞滚住 为什么平坑会下薯片雨呢 就在遥远的两分钟前 光头来朋友家做客 他想看会儿单单电影 可桌上摆满了遥控器 搞得他不知道该怎么选择 于是随便拿一个按下去 我的马牙插掉八耳朵阵笼 随后换了一个是开灯用的 再换一个是给马桶冲水的 不知道这样的遥控器你喜不喜欢 反正我感觉挺不方便的 奇怪的是微波炉也是遥控器控制 更离谱的是另一个遥控器 竟然让通讯卫星瞬间爆炸 现在男人不敢再试了 这时他发现个奇怪遥控器 奇怪的是陈豪也不记得 家里有这样的遥控器 于是好奇的按了一下 谁知下一秒 房顶瞬间出现个黑洞 扭机掉下了个棒棒糖 两人都想尝尝甜不甜 可棒棒糖只有一个 被光头抢走后 陈豪又按下神奇遥控器 我的天哪 这次竟掉下来 满当当的一包薯片 光头也想吃 于是又按了一下 居然是敲和立位的薯片 很快陈豪吃完一包 于是点下遥控器 又掉下来好几包 这是光头灵机一动 不如多搞点不要钱的零食 拿出去卖给别人 陈豪顿时来了兴致 于是快速疯狂点按 可什么都没掉下来 他气坏了又一阵疯狂点按 甚至摔在地上 遥控器发出阵阵滤光 下一秒房顶出现无数黑洞 紧接着没人要的薯片 夸夸的全都掉在两人头上 男人被砸懵圈了 直接倒在了地上 可怜的他们无处可藏 只能任由薯片把两人吞没 经过短暂的一年 只好才从薯片中钻出来 这把两人吓得不轻 于是赶紧吃包薯片压压惊 再开会电视更好了 光头想也没想 捡起神奇遥控器就按了下去 结果 那么问题来了 如果真有薯片遥控器 你会要几个呢 欢迎评论区留言 所以请不吝点赞 订阅区留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